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各地机场也泛用同类型的救灾车辆 桃园市政府因为今年大火频传 特别引进这辆特殊规格的化学救灾车 这是要因应各种不同的救灾环境 去年4月桃园进棚大火夺去6名涌销性命 新屋宝林秋冠火灾 也有6名消防弟兄丧命 桃园市13个行政区中 其中有9个工业区 比例将近7成 以往发生火警 因为厂房伴随许多易燃物和化学制品 救火难度高 市府增添新设备 要让英勇的打火弟兄 救灾无后顾之忧 三零新闻林鸿与江翔 桃园报道